你覺得它可能會發瘋這樣子 它一打開會發現 亂七八糟 亂的跟什麼一樣 本來靠左對齊還可以這樣 被你一排全部都亂跳了這樣 所以那個排版 基本上來說就是 如果你不要 就是你要讓它排版是比較固定的話 就是用空白 電腦鍵盤的空白鍵 你不要按那個TAP 大家知道TAP在哪裡嗎 在左上角 你們玩遊戲還是那個應該蠻厲害的 你現在有多少人 我剛剛講TAP在哪裡的時候 你眼睛已經出現一個鍵盤的Layout 你應該最常用那個W S 左邊那邊右手滑鼠 應該是這樣 不要用TAP TAP會根據作業系統定義不一樣 Windows的TAP可能是三個空白 Mac可能是四個五個之類的 TAP的定義值跟作業系統不一樣 善用這個空白做縮白 就是像這樣子 你如果覺得這個是屬於同一個區塊 就把它縮白進去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就是善用這個柱錦 也是增加可讀性 可讀性這樣子 這兩個對於你的Function都沒有太大的影響 是以可讀性為主的 也讓你自己確定一下 你為什麼要寫那樣子的一個code出來 這樣子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這個在課本裡面也是有提到的 這樣 好 課本上的2.2的部分 這樣喔 希望剛剛這樣子2.1的部分 大家有接受到重點了 這些都是理論的部分 等到最後面的時候 要讓大家就要開始寫一個程式來做實作 這樣子 接下來呢就是變數的部分 變數剛剛有讓大家看過 就是這裡 就是一開始我們要做這個英里換公里的時候 總是需要有一個地方讓我們存 目前是多少英里 然後我才可以做運算 換算成目前是多少公里 這些儲存的地方就叫做變數 變數的名字剛剛有在複習過了 只能夠英文數字底線 可以用數字做開頭 接下來要討論的是 這些變數到底它是屬於整數小數 還是有其他的類型 就是前面這一個 double是一個保留字 注意一下 double是一個保留字 你不能取名字叫double 你可以取名字叫triple triple就沒有保留字了 但double是個保留字這樣 不要用 好 那我接下來就要來跟大家講 變數的部分 變數它就是一個記憶體的單元 它就是在記憶體的某個地方這樣子 但是我們需要給它一個名字 來讓這個電腦知道這個位置 要怎麼樣稱呼它這樣 變數的宣告有兩個東西要講 第一個是它的名字 第二個是它的種類 它是整數小數 還有待會大家會看到字圓這樣子 基本上在這個單元 你就懂這三個就好 整數小數跟字圓這樣 好 注意一下這句話這樣子 C語言你在用每個變數的時候 都需要做宣告 你要讓這個程式知道 你有哪些變數要用 然後有哪些形態 意思就是說 其實有些語言 你是可以不用宣告變數的 譬如說印象中C++好像就不用了 好 然後還有Java可能也不用吧 如果錯給指證一下這樣 但是C語言 它是每個變數都需要的 意思就是說它可以讓你最清楚 到底自己用了哪些變數 資料型態對不對 好 所以通常變數的宣告 標準的形式會講這樣子 一個名字 名字前面這邊有空格 搭配它的形態 這個是整數 這個是小數 所以待會 我們本來的問題 這個英里轉公里 它是小數 所以都要宣告成Double這樣 作業 出了那一題作業 你就要思考一下 那個東西變數是整數還是小數 如果是整數 它就要用int integer這樣 整數 這個保留字喔 小寫的 不是大寫的 你寫大寫是錯的 它就是小寫的 宣告完要記得有分號這樣子 有分號 如果你一次要宣告多個變數的話 比如說你有兩個整數 一個叫hours 一個叫minutes 有兩種做法可以做 比較複雜的是這樣 integer hours integer minutes 這樣子 簡單的做法 integer hours 逗點 minutes 分號結尾 大家第一次寫這個 寫這個程式呢 你會發現最困難的東西是 它程式不會動 通常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分號 沒有分號 你找半天喔 你會發現一個 你會開始先體認到一件事情 你覺得寫程式要寫多久 你們覺得猜測啊 就是第一個作業很簡單 你覺得你會寫多久 你真的花時間下去寫的 不是邊打邊動邊看電影邊寫那一張 真的花時間 你可能會想說 嗯 那邊播電影 我打打打打 欸不會動啦 那看個電影呢 看個電影 善心 你覺得寫程式要寫多久 十分鐘 差不多 那個作業十分鐘應該就可以寫完 不是只是寫 寫完啦 啊會不會動是另外一回事這樣 不會動你要找出問題要多久 三天還差不多 你最後你可能會發現 你會有一些情緒性的字眼 你會發現最後程式不會動呢 往往就是某個地方 找了一個分號 啊這個很有經驗的同學啦 就走過來 不是這裡就找個分號嗎 你就很佩服他 啊你自己找你就找半天這樣 但一旦你經歷過那個過程 下次你看別人你就會這樣 他不少分號 很簡單這樣子 注意一下分號 分號 該有分號的地方要有分號這樣子 不該有的不要有 你就會發現 其實一開始寫程式真的會有點久 但那個久不一定是那個題目很難 是因為你寫出來的code 要找問題比較困難這樣 讓大家知道一下資料型態有哪一些 第一個是整數integer這樣 整數在這個變數 譬如說叫435這樣 435就是一個整數 它存在記憶體的時候是用二進位的方式存的 它數位系統 知道到嗎 435變二進位你知道怎麼變嗎 所以就看是幾個bit這樣子 但是它存在這邊是這樣 第二個是小數double 這邊大家只要記這幾個就好了 integer或者是double這樣 double它就是一個實數 通常我們大部分用的就是小數 以後還可以看到它可以用來表示非常大的數 就是那種什麼二乘十的三次方啊 二十次方啊這種大數這樣 但這個單元它就是小數 就把它當小數這樣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這個double到底是怎麼表示的 它不是...雖然存起來形式上也是二進位 但是它有一個特殊的表示方法 那個叫做浮點數 這個如果大家有興趣你可以自己再查一下 這個倒不是寫程式的重點 寫程式我們其實不用管它是怎麼表示的這樣子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看浮點數 或者是你大二的時候會...應該會有一門課叫計算機組織 裡面就會教到說小數 或者是非常大的科學記號的數 怎麼用浮點數來做表示 double基本上就是一個浮點數這樣子 在這邊我們就把它當成小數就要宣告成double這樣 第三個特殊的叫做字圓這樣 這特殊的符號像這樣 通常都是以這樣子一撇來做表示這樣 譬如說要表示A這個字圓就左邊撇一撇 右邊撇一撇 這個符號在鍵盤的哪裡 右上嘛 又有浮線那個嘛 在那邊你可以找到有左邊一撇 右邊一撇的特殊字圓 寫作業你可以看有沒有需要用到這樣 大部分暫時還用不到 但是也有這種資料型態 不只是數字也有可能是符號這樣子 所以這句話這個single quote就是這個 就是單一撇一撇的這樣子 好所以這邊重點就在於你要先清楚這個問題的資料 到底是整數小數還是字圓 字圓等一下範例會用到 通常譬如說如果我們要設計一個結帳系統 一個餐廳的結帳系統 他可能要先輸入名字 名字電腦怎麼接收進去的 他就是叫他輸入他的字圓 譬如說大家的名字應該縮寫 護照上面可能就三個字這樣 譬如說我叫謝東佑嘛 就三個字就hty這樣子 就是輸入三個字圓 這待會大家會看到這樣子 這個單元會用到的三種資料型態 整數小數字圓這樣子 不同的這個資料型態 它代表的數值範圍是不一樣的 大家回去看一下77頁 有很多integre也有小的integre跟大的integre這樣 譬如說你會看到一個叫long的 long這樣子 double也有更表示數值範圍更大的 它有一個完整的表格77頁 大家回去可以再看一下 基本上這次寫作業只要用到integre double character 這三個就可以了這樣子 比較詳細的大家可以參考一下77頁 你如果拿的是就是那個第八版 應該就是77頁 如果有的同學用的是第七版的 也許要看一下可能在附近 但是不會差太多這樣子 自圓的部分稍微補充一下 自圓呢通常你也可以想有點怪怪的 就是說這個電腦呢 這個符號我們說如果是數值 存在記憶體裡面二進位好像還蠻自然的 就是直接做轉換 但是這個符號存在電腦裡面到底是怎麼表示的 電腦又看不懂這個東西 這是我們看的這樣 那你要讓電腦看得懂一定要讓這個每個符號有個對應的數值這樣子 這個對應表就叫做這一個東西 這個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你可能在哪邊有看過 這叫RST code這樣子 美國標準的那個資訊交換的一個格式 它每個符號都會對應到一個數字這樣 這不用背 這不用背這樣子 只是讓大家看一下 每個符號其實都有一個數字 完整的表格在大家的可本的附入 不知道是附入1還是2哪裡這樣 有一個完整的表格 每個符號是這個數字 換句話說以後如果你希望說你的程式可以處理 產生特定的符號 就是輸入這些數字 它就會對應到這個符號出來這樣 讓大家看一下而已這樣 好 變形這個已經講完了 這部分的宣告我講完了 宣告講完接下來要講運算了這樣 這個答案是對還是錯 這是個是非題 這答案是對還是錯 那我來再找後面的好了 答案是對還是錯呢 就給我個答案是或否 對 覺得它有沒有錯的可能 好非常好 答案就是對 來 叫什麼名字 好 我們給陳宇一個掌聲 這對啊 就算我這邊再加一個always也是對的 不要太擔心這樣 這個是 7的一個算詳細也可以說是缺點這樣 就是說你需要去寫 每一個變數你都把它宣告出來 詳細的指名 這個變數呢到底是 是整數還是小數還是這邊提到的字圓這樣 等一下大家就會看到這個再怎麼用了這樣子 好 接下來 好就是 直行的部分 我們已經講完說 這個main function裡面 變數要先宣告出來 接下來我要開始講三個東西這樣 變數怎麼輸入進來 它的值怎麼輸入進去的 比如說剛剛說的那個 英里轉公里 我們總是需要先跟程式說 我現在是多少英里 然後它再轉成公里給我們這樣 我怎麼把它輸入進去 輸入進去之後我要怎麼寫 才可以把它變成公里 公里寫完之後要怎麼輸出出來讓我知道 要用什麼格式這樣 這些都是描述這樣子 可以執行的描述 這些描述都會轉成 電腦要執行都會轉成二進位的 機器語 機器語言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這個 有三個東西 這個東西大家要特別 算是了解這樣 這個了解你寫程式就蠻簡單的 你就開始 以後就是寫程式的時候 浮現我講義的第一 第二個圖還是第三個圖 前置處理跟Main Function Main Function裡面先宣告好變數 接下來寫這些描述 描述是什麼呢 輸入指定 指定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把輸入的值拿來做運算 把新的值運算完之後 指定給把它儲存起來這樣子 運算這樣子 這個是運算 最後輸出 就這三個 你只要搞清楚 這三個你到底要怎麼做就好了這樣子 輸入指定跟輸出 先從比較簡單的來介紹 輸出 這三個你會覺得 我是不是要從第一個開始講 從第三個開始講 第三個比較簡單一點這樣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描述的部分這樣子 描述 輸入 運算 跟輸出 基本的 程式的架構 輸入 描述 運算 輸出 變數宣告在這裡 這個是Main Function 在上面一層前置處理器 這樣就寫完了 所以寫一個作業 十分鐘是夠的 熟的話 再久應該也不會一個小時 我是只專心寫一個小時啊 你一定可以寫得出來 但是那個找問題這件事情 就可能需要花一點時間 每個人不太一樣這樣 你這邊可以自己記一下 這個就是輸入 運算 跟輸出 相對於前面這一個的 輸入 運算 輸出 等一下會特別講這個指定的部分這樣子 好 這個程式執行完 基本上它的過程是這樣子 剛剛有宣告一些變數 Miles KMS 這個英里 公里 一開始 程式執行前 他們都是不知道是什麼數值 程式執行 過程當中 我們會輸入Miles是多少 然後它會透過中間的這個運算 算出來一個 相對應的公里數 存到這個公里的這個變數裡面 讓它是一個數值 所以這是前 就是之後這樣子 運算前後的差別 一開始這個記憶體內容 都是不知道的 運算完之後 它就會有一個確定的數值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16.09 輸出出來 現在問題在於 這個10.00怎麼進去 你的鍵盤打一打 為什麼這個電腦程式 會接收到這個10.00 這個16.09 要怎麼把它輸出出來這樣子 好 輸出的部分一定都是用 應該說大部分都是用Print F 這樣子 這是標準的一個格式 接下來要跟大家講 這個Print F的語法 該怎麼寫 所以這個作業一定會用到這樣子 這個就是你自己要想一想 那個程式你打算 怎麼把它輸出數值出來這樣子 好 現在開始跟大家講 這個Print F呢 對於你寫程式在找問題 很有幫助這樣 最 算最仔細的做法 如果你程式寫完不會動 或者是算出來的值是錯的 你就每一行的後面 都是去叫它把運算結果給輸出出來 就可以一行一行檢查 到底有沒有算錯這樣 Print F的 function 它一定是用Print F做開頭 Print F做開頭 接下來呢 你要印的東西 我們叫做字串 字串這樣 你會寫一行字 作業裡面會規定大家 輸出的字串有哪些字 譬如說像這個題目來講 這個問題是希望 這個程式輸出出來的時候 會說 我輸入一個Miles 然後它會輸出 這個等同於是多少公里 這個多少呢 它就會用這個 它運算的結果給輸出出來 運算的結果會存在KMS裡面這樣子 所以你輸入不同的數值 它就會看KMS 運算出來是多少 這個person F就會被 就是這個欄位 就會是看這個變數的數值 是多少給印出來 所以我先講這個 等一下後面再講這個 這個person F 跟這個到底是什麼 我先跟大家講字串就好 字串呢 那一定是用兩個雙引號這邊包起來 這樣子 注意一下 這個字串的重點是這個雙引號 它中間的文字呢 你就看題目要求你要輸出什麼文字 就照著寫就好 所以基本上字串就這樣子寫 就OK了這樣子 好 比較複雜的是這兩個東西這樣子 這個我要特別講這樣 其他都很直覺這樣 就是你記得寫Print F 用刮弧 然後記得用雙引號這樣就好 然後最後這個用分號這樣就好 這樣就OK了 另外一個要注意到的是這個斜線N這樣子 這斜線N是什麼意思呢 換行 換行 這樣子 比如說你現在如果有要印兩行字 你只是單純想要印兩行字這樣子 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 第一行字叫做今天星期幾 然後第二行字現在幾分 那你要怎麼用Print F 印成這種格式 要兩行喔 要兩行 你們覺得要怎麼做 再說一次 問題是這樣 希望大家印出來 今天星期幾 現在幾點幾分 要兩行 用Print F 要怎麼做 就要怎麼做 有想法嗎 大家不用 現在不用管這個東西 就是只要管自串就好 今天星期幾 現在幾分 這樣子 有沒有想法 Print F 瓜 瓜 胡這樣 雙引號 今天星期幾 這樣就好 然後 後面接一個斜線N 它就會自己換行 它印完那一行字 就會自己換行 換到下一行去 然後第二行再寫Print F 瓜胡 雙引號 現在幾分 我舉這個例子 只要讓大家知道 這個斜線N 到底是在幹嘛的 這樣 它就是讓我們可以做 換行 這樣子 換行 就印出來的 不會一直連續這樣 一直跑這樣 它就會按照你想要的方式 換行 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可以看到一個例子 再跟大家講 Print F 裡面 它有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原數就是說 你要印的內容 有可能是會隨時變動 譬如說像這個例子 它輸入一個英里之後 它會換成公里 那個公里呢 它其實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值 它是要根據你輸入的英里 所跑出來的 所以如果要這樣子能夠變動的話 Print F 的做法就是 你就再看你那個公里 要顯示在文字中的哪個位置 先把它就是在那個位置上面標上 Person 看它是什麼格式 就放個 譬如說這個是小數 就是Person F Person是固定的 F呢 就是代表它是小數 這樣子的意思 就是Person F之後呢 然後過來這樣痘點 雙引號之後 這邊記得有個痘點 然後後面放這個叫做 算變數的名稱 這樣子導致的結果是什麼呢 程式裡面看你這個KMS 算出來是什麼數值 它到時候印出來就是那個數值 你現在如果這個KMS算出來 我譬如說輸入10英里 它算出來是16公里 那這個邊就會印16 如果這邊 如果我現在輸入的是100英里 它就會輸入160 輸出160公里 這邊就會變160 所以如果你希望說 你的程式裡面 它可以隨時把你運算的結果印出來 那你就需要這樣子的一個寫法 重點就在於說 這個數值出來要擺在文字的哪個位置 這個待會還會再多講一點這樣 就放一個簡單來說 就寫Person F 它就是小數 待會大家會看到 若是整數 會放Person D這樣子 ABCD的D 大家會看到這樣 讓大家看一下 我要總結一下Print F的功能這樣 Print F讓你輸出數值 有兩種資訊可以寫 一種是字串 就是單純的文字 另外一種是你程式算出來的數值 程式算出來的數值 要怎麼做呢 這個叫做Placeholder這樣 中文我查一查 好像沒有很好的翻法這樣 你們覺得這個中文要翻什麼比較好 所以我建議大家看英文就是這樣 有時候英文翻中文很困難 這個要翻中文怎麼辦 我先講白話啦 白話是站位 站位子的那個站位 意思就是說 你要為這個東西 在文字裡面保留那個位子給它 讓它印這樣子 讓它印出來這樣 中文白話叫站位這樣 但有沒有更好的方法這樣 暫時找不到 暫時找不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別的看過這樣子 所以是這樣子 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好 所以我讓大家 要就是 回來看這個code一下好了這樣子 所以 這意思就是說呢 KMS這邊會做一些運算嘛 然後剛剛這一行就在這裡 printf 然後就根據KMS 算出來的結果 印出這一段文字 所以如果回去自己打一遍 自己回去試打一遍 上次也有給大家這個code 你輸入一個數值 它就會輸入這一串 然後中間這個多少 公里它是會變來變去的這樣子 所以回去看一下 試做一次你就會更了解 我再講什麼意思 這叫輸出 輸出 叫out 就是printf這樣 好 接下來 這邊還有一個 沒人講完了 好 這個站位符號呢 有好幾種這樣子 就是 如果那個 剛剛講到的 這個輸出的這個變數 如果是小數 就是personf 如果是整數personb 如果輸出的東西是個字元 你這個存的是一個 譬如說你要存的是一個 剛剛提到的特殊符號 英文字母啦 或是數字啊 都是符號 那你這邊就要用personc這樣子 大家有興趣可以回去玩玩看 從這堂課開始 你回家最好是 就沒事就寫個程式 玩玩看這樣子 無聊的時候 其實你不用花太多時間 你就可能花個一個小時 或兩個小時 這個單元的東西 就可以複習完了 好 那小數這邊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樣子 就是說 如果是要印東西出來的小數 是用personf 等一下我會講這個命令 這個是要叫我們使用者 輸入東西進去的時候 要用scanf 就是這個程式 我要先輸入音力 這個電腦怎麼知道 我現在要輸入這個東西 我就要透過這個命令 這待會兒跟大家講這樣 如果是這個的話 它就 小數的部分 它就不是用personf 是personlf這樣 你這邊可以先圈起來 這樣子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前面都是一樣的 前面整數 字圓 這兩個都可以 用一模一樣的方式 只有scan 只有這個小數的部分 輸出要用personf 輸入要用personlf這樣子 雖然有點枯燥 但是重點是 要跟大家講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你不要再寫這個scanf的時候 用personf 這樣子你的程式就會有問題 好 好 接下來我要講輸入的部分 這樣 輸入 在這個問題來講 使用 使用者會先輸入 那個 多少英里 這個英里 到底要怎麼樣被記錄起來呢 在剛剛的程式裡面 再回來給大家看一下 是在這一段 第一個框框這裡 你看一下喔 它會先這樣子 先放一個printf 叫使用 跟使用者說 請輸入現在的mile數 這就是剛剛教到的printf 你注意一下 這邊完全沒有要輸入什麼 要算是輸出什麼運算的結果 它就是單純的一個文字描述 所以這個執行的時候 你就會在你的電腦螢幕中 會看到這一行 enter the distance in miles 這樣子 就單純印出來而已 注意一下這個 沒有那個斜線N 沒有斜線N 斜線N 沒有沒有這一個 這邊沒有斜線N 意思是什麼呢 你這行跑出來之後 那個游標不是在下一行 是在這裡而已這樣 你回去看一下這個 在這邊講的有點枯燥這樣子 就是這邊有沒有斜線N 有什麼差別 大家回去的時候 弄得更清楚一點 所以使用者看到這個東西之後 我就會比如說 輸入10公里 我就會打10 然後按Enter 我一按下那個Enter 那個10會怎麼樣子被存起來呢 就是透過這個ScanF 它會被存在一個叫做 這邊宣告的Miles這個變數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透過ScanF 當你輸入10按Enter的時候 那個10就會被 因為這一個指令 被存在這個Miles裡面這樣 接下來我就要講這個命令這樣子 這個叫輸入的部分這樣 輸入ScanF 它的標準的一個格式就像這樣子 ScanF 刮虎一樣 跟PrintF蠻像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雙引號 雙引號裡面存的就是 你要輸入的這個數值的 資料型態 像剛剛我要輸入Miles 是一個小數 所以剛剛不是跟大家講 是PersonLF 這個可能是大家特別要記得 ScanF是用PersonLF 小數PersonLF 不是PersonLF喔 你可以自己註記一下 這裡絕對不能寫PersonF 是PersonLF 那你輸入的一個數值 其實我這邊發現我寫錯了這樣 這邊掃了一個end 應該要 應該要是這樣子 這裡 這裡有一個end的符號 大家有看到嗎 後面的同學應該看不到這個符號喔 然後看你的講義上面 有一個鍵盤上end的符號在哪裡 上面啊 那一排的中間吧 我要是沒記錯的話 有一個end的符號 對嗎 這裡 end代表儲存的意思 end代表儲存的意思 你輸入的東西叫它存到Miles裡面 所以其實PrintF ScanF跟PrintF 有一點是蠻像的 它都是擺一個站位的符號 然後說明清楚那個格式 只不過PrintF 是把這個數值 透過這張圍符號顯示出來 這個ScanF 是我們輸入的數值 透過這個張圍符號 存到後面它所寫的這個變數 所以看你要存到什麼變數 就用end 然後看變數的名字 我換個方式問大家 如果現在我希望我輸入的是一個公領 我輸入公領 要換成英領 這一段 這一行要變什麼 ScanF要怎麼改變 我希望現在輸入公領 然後轉成英領 那這一行要不要改 這一行要不要改 改什麼 這裡就寫end KMS 叫它存到KMS那邊去 所以你要了解說你到底那個輸入的數值 要存到哪個變數這樣子 這邊是它希望存到Miles 之後可以把Miles乘上那個係數算出功力這樣子 end後面的是你目標的位置 記憶體的位置這樣子 就這樣子 這個大家幫我加一下這裡有一個這個符號 這個end符號 你也可以 這是數值的部分 你也可以寫一個程式說 我現在要先輸入我的名字這樣子 輸入名字 譬如說這個名字呢 我要用字元的方式輸入進去 像是這樣 ScanF 我要連續輸入三個字元 代表我的名字的縮型 譬如說我剛好跟大家提到 譬如說三個字的英文名字 大家可以想到的是什麼 MAY MAY 好像是有 MAE MAN MAN AMY AMY是女性 男性的是什麼 最常看到蔡奇阿美 三個字 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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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沒有誰叫BAN 誰英文名字叫BAN BUB I A N 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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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其他名字喔 三個字 譬如說你的名字就剛好這樣子 你希望電腦讀進去你的名字 然後到時候印在什麼帳單上面 你就可以這樣子寫 連續輸入三個字元 這樣 person C person C 這樣就是三個字元這樣 然後第一個你輸入的字元 存照Later 1 Later 1到時候要宣告成CHAR Character 就這一個 要宣告成這個資料型態這樣 這裡 這個CHAR 所以這個是固定的喔 你要記一下這樣 其實不一定要記啦 就是說你要去查書 看說這個字元是什麼這樣 你要宣告成那個character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像 譬如說蔣1這個是GIN BUB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如果這樣子寫之後 代表就是你輸入三個字元 分別會存在Later 1 Later 2跟Later 3 這三個變數裡面 所以就像 這個是數值的部分 輸入30.5 它就會存到這個Miles 注意一下這Miles改一下喔 這邊要一個End 這邊要加一個End這樣 它就會存到Miles裡面 30.5 這是大家的圖2.6 如果你是剛剛那三個字元的部分 比如B O B按Enter 那B就會存在這裡 O就會存在第二個 B就存在第三個這樣子 回去的時候可以試試看 你自己名字應該有的 不只三個字元 有的 你聽過最長的英文名字是什麼 有些朋友是那個 可能外文系還是什麼 他就取一個超長的名字 你聽過最長的英文名字 有幾個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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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30個字元 有30個字元 我聽說什麼Sabaskin 然後女生好像更多 女生 女生你們聽過最長的英文名字 有像什麼 聽說我是Sabaskin S-A-B-I-N-C-H-E-N 這樣差不多也差不多十個字元 假設是十個字元好了 那這邊你就要改了 你如果是十個字元 那你就精彩了這樣 分成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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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十個出來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分別存十個這樣 這個是暴力法 所以這有點限制 就是說你這個程式其實是有使用範圍 如果你這麼寫 他就真的只能輸入三個字而已 通常就是輸入你中文名字護照上的縮寫 剛好就三個字元 你如果是寫成十個字元的 那他就要輸入十個字元這樣 就會有一些限制 這以後大家可以再會再學到說 怎麼樣解除這個限制 隨便他怎麼寫 你都可以存起來這樣 不會因為你這邊只留了三個欄位 要存這三個字元這樣 Bub就這樣子 好 問大家這個問題 這個可能需要稍微久一點點這樣 如果現在有兩個變數 NUM是Integer Temper是Double 我現在要輸入 要請使用者輸入 就是這兩個變數的數值 ScanF的前面我已經規定好了 就要這樣子寫 請大家幫我選一下 那後面要怎麼填 寫這個code的時候 後面這四個 這五個 這四個要填誰 還是這四個答案都是錯的這樣 注意一下 NUM是Integer Temper是Double ScanF的站位符號 格式已經幫你留好了 這邊要怎麼根據這個東西 填適當的變數 我覺得 讓大家想個20秒再來問一個同學 NUM是Integer Temper是Double 你可以對照課本 這邊是要讓大家看一下說 如果現在ScanF算複習一下 剛剛提到的這個部分 大家有沒有了解到這個意思這樣 如果你現在要寫一個程式 讓使用者輸入Integer NUM跟Temper 這個是要填NUM和Temper呢 還是要加End嗎 還是那誰要放前面呢 NUM前面還是Temper前面 Temper前面 NUM前面 還是這樣都錯 你覺得正確也不是這樣 好 好 好 我來找同學問問看這樣子 誒 這次找你好了 你覺得答案是什麼 D D喔 為什麼第一個要放Temper Temper是Double 所以要配這個LF 那NUM是 那要不要End End是什麼意思 很好 叫什麼名字 無論蟲 無論蟲 好 我們給論蟲一個掌聲 回去寫程式的時候 這個如果考試考出來 你要知道我在 我要問什麼 這樣子 這邊已經幫你寫好了 不過有可能是這樣 我可能先寫了這個 叫你填前面這個 要放什麼 如果我是像 譬如說答案先是D嘛 如果我先 我後面先寫了Temper跟NUMBER 然後請大家填前面應該是什麼 你就要注意喔 你不要寫成PersonF喔 是PersonLF才是 Input用 輸出用的是PersonF 只有這個有差別 其他都OK了 這樣子 好 所以很好 請大家再 注意一下這樣 好 大家提醒一下這樣 就是說這一次的作業 大家可以 需要用到算編譯程式來寫你的程式 然後把它變成執行檔 其中一個範例是這個 DEVC++ 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載 你可以試試看 剛剛有同學提到說 下載上面好像有點 不知道怎麼下載 你可以操作看看 問同學 這不行就可以啦 也可以問我也OK這樣 好 但是你不一定要用這一套 如果你有其他的 像剛剛同學有提到 Cobra Vegio Studio之類的那些 都可以這樣 不一定要用這一套 這不是規定的 這只是一個我覺得 還不錯用的一個版本這樣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 然後 如果是大家 因為大家畢竟是第一次做這樣 你可能不知道怎麼編譯 怎麼執行 怎麼Defug這樣 所以我會請助教 這一次會先用一個 那個算助教實驗 就是讓大家再到電腦教室實做 仔細做一個範例看看 他有什麼問題 馬上問助教這樣子 那但是我可能需要先 確定一下大家的時間這樣 我先問一下 如果本來助教定的那個助教時間 就是禮拜五的四點到六點 你們有沒有課啊 所以這個時間是OK的嗎 禮拜五四點到六點 有沒有人有課 有 兩個 那個是算通識課是不是 別的課這樣 所以看起來 我可能會請助教 一個時段是這一個 然後再弄另外一個時段 然後可能會發在Facebook上 調查大家的時間 好啊 那間教室大概只能做五六六個了 所以我們就是兩個T次這樣子 好請大家填哪個T次 大家可以的 如果你兩個都可以 就請幫我們勾兩個都可以 好啊 就分配一下這樣 那不用 那個不是強制的 就說如果你執行程式沒有問題 就不用來了沒關係 我是怕大家在執行的時候 例如說你根本不知道 怎麼編譯啊 怎麼執行 怎麼debug 你如果有需要 你就幫我填那個表格 我們就會排那個時間出來這樣 好啊 如果人數太少 可能就直接 叫你去找助教這樣就好了 不是強制啊 不用太擔心 好啊實際上 我也鼓勵大家 如果你是 那個電腦教室 去那邊用的話 可能帶自己的筆電過去 可能比較好 就是如果你有筆電 實際上如果這邊 這個 這邊大家都有筆電 甚至那個 那個在這邊用就可以了 不用去電腦教室 就是現在 就是大家 就拿筆電出來 實際操作一遍 出銷過來 看那邊有問題 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是跟大家 講一下的部分 然後提到 課程影片的部分 就上禮拜 跟這禮拜的 那個網址會PO在社團那裡 好 所以我可能 接下來就要先過濾一下 目前我加進去社團 有沒有誰是 不是修課的 我先把它剃掉這樣子 只有修課的才能加這樣 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不是這樣 我看到還有外國人 外國人怎麼會知道這個社團 不是社團 不是公開的 對啊 有時候那加 就是加好友的 是外國人 我也覺得怕怕的這樣 好 好 所以等一下 時間的關係 我可能有一些東西 會留到下次再講 但是我會先講 寫作業一定會用不到那個部分這樣 然後讓大家回去的時候 可以根據目前有的這個部分 然後去寫作業這樣子 好 接下來講的是這個2.3到2.5的部分 是關於怎麼運算的部分這樣 就說這樣子給你一個題目之後 你知道input是什麼 output 怎麼輸出 接下來 input跟output的關係 你怎麼實現出來 所以你一開始還是需要先自己想一下 他們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用什麼公式算 加減啊 或是什麼步驟就可以算得出來 然後再來想用程式 怎麼樣子把那些步驟實現出來 這樣 這個就是中間這一塊 像這個範例來講 就很簡單 它就是把兩個變數 來應該說把這個變數存進來的 剛剛用scanF存進來miles 這個miles乘上這個係數 這個係數 剛剛一開始有教到 用define這個前置處理的方式 讓程式知道 只要是這個符號的 都代表1.609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 對程式來講 它就是1.609乘上miles 對我們來講 就是一個有意義的文字乘上miles 這樣子 所以剛好再複習一下這樣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說 到底這個是怎麼 什麼樣子的一個描述 這種有等號的我們就叫做是指定 指定的意思是什麼呢 它不是那種算數運算上 那個你大家在寫作業的時候 那種等於而已 那種等式 不是 它的意思是說 把等號右邊的這些東西 算出來之後 指定給左邊的這個變數 是這樣子 所以待會你看到 它都是以等號為做開頭 實際上C裡面 還有兩個等號的 有一個等號跟兩個等號 兩個是不同的 一個等號是指定這樣 也就是在做運算這樣子 所以譬如說 這樣子的運算就是說 你就看一下 剛剛我們會把這個miles 給輸入進去 這個文字會被編譯成 叫做1.609 這個文字編譯1.609 這個透過scanf 掃進來 掃描進來 10 然後就會經過它前面說的 這個乘法 把這個東西算出來之後 再指定到這邊來 這是有時間關係的 這要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等一下會討論到 等號右邊這個東西 有運算上的順序 像這邊只有這個乘號 就沒什麼東西了 但是如果它有乘除或加減呢 誰要先做 就是以前大家學過的那個 大家一開始突然間 頓了一下害我有點害怕這樣 乘除跟加減放在一起的時候 誰要先做 如果有正負號跟乘除加減 誰要先做 正負號要先做 然後再做乘除 再做加減 那還有很多種順序關係這樣 等一下要跟大家說一個絕招 終極的做法 你完全都不用懂誰要先做 你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刮虎 刮虎永遠是最先做的 你如果不確定誰要先做 你就把它刮起來就對了 只不過你會刮到你的 刮太多你的隊友可能會發瘋 全部都刮虎 你的城市什麼不多 就刮虎最多 這樣子 奇怪這樣 像這邊你也可以刮虎 這樣刮虎 這樣你就覺得 你城市是不是瘋了 同學都瘋了 你是有強迫症嗎 血量就要刮一次 這樣子 不過這是最保險的 不過就是最 最 比較煩忍的一個想法這樣 所以這有順序的 先做等號右邊的 做完指定給等號左邊的 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是跟大家講的 這個等號不是那種equation 不是那種算數代數 代數的那種equation 譬如說什麼C平方的A平方加B平方那種 它是有指定的味道在裡面 所以我們叫做assignment 這樣指定這樣 所以它運算方式 第一步驟 這邊我把它改成1 2 在講1上面 我一開始好像是用方框的方式 第一步驟等號右邊的東西 先運算 運算完之後 指定給等號左邊的這個東西 這樣子 所以這個讓大家知道一下 這樣叫指定assign 所以像這樣子 如果我寫一個sum 等於sum加item 這樣子的一個指定描述 它就是先做右邊的 先把sum跟item加起來 看它本來是存什麼數值 所以意思就是說 假設你一開始需要 先給這兩個東西一個數值 比如說用scanF 你先讓使用者 輸入這兩個變數的數值 存到這兩個變數來 算完之後 再指定給sum 所以它會一直對sum做遞增 每次都加10 它就變成110了 這樣 所以這個還蠻簡單的 接下來介紹一下 有哪一些operator 就是在指定的時候 有哪一些運算值 可以用 運算值就像這邊的加 跟前一頁的 跟前一頁的乘這樣 乘的符號是那樣子喔 你不要打x喔 看可能有的同學寫報告的時候 乘會寫x x看起來像乘 但它不是乘這樣子 是星號 星號這樣子 所以剛剛又不是有跟大家提到取名字 不要用其他的符號嗎 你如果不小心用這個 它就會當乘叫做乘 這個在後面我們會看到 這是一個對大家來講 學成是最大的夢業 乘也可以代表叫做一個指標 這樣子 聽起來就很難這樣 後面再跟大家解釋 等不讓它不難這樣 乘很多意思 但它就不要拿來當取名字 乘基本上就是一個乘法的運算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還有其他的運算這樣 運算有分成兩種 一個是這個unary的 就是一個當位員的 跟這個binary的 兩個運算員的這樣 所以這個就只有針對一個運算員這樣 所以這個符號通常就是正負 這不是加減喔 是正負 所以像這個例子是什麼意思呢 把y變成負號之後指定給x 負號這樣 二進位的就有很多了 加減乘除 等一下會看到別的 像這個就是把y跟z加起來 給x 所以這些其實都還算簡單 重點還是在於 我剛剛一開始提到的 你自己在思考解決那問題的時候 要用什麼運算跟步驟 你再來想說 怎麼透過這些運算值來做這樣子 有這些運算值這樣子 加減乘除的部分需要特別注意 這裡面除的部分需要特別注意 其他都還好 加就像這個 注意一下 現在寫程式要注意到資料的型態 第一行是兩個整數相加 第二行是兩個小數相加 小數就有.0.0 注意一下你寫程式最好 你自己確定你要加的兩個東西 都是同樣的型態這樣 你不要拿一個整數去加一個小數 這樣有可能你算出來答案會有點偏差這樣 等一下會跟大家講什麼做法 你可以修正這個部分 通常最保險的做法 就是兩個一模一樣的型態去做相加 所以像這個 5加2就是7 5.0加2.0就是7.0 減啊乘啊都一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 除都不一樣 你在電腦上面寫5除以2呢 這個例子可能 這個例子可能不太好 5除以2是2.5沒問題這樣 但是你要注意到這個東西這樣 先講這個要表示的東西好了 5.0除以2.0是2.5 但是5除以2呢就是2 這什麼意思 上面是小數下面是整數 如果你是小數用處法 的確是會除出最精確的數值 如果你是整數用處法 只會出現上 只會出現上 那餘數從哪裡來 就下面這一個 person 它有名字叫mode 名字叫mode modular的意思 簡稱mode這樣子 這個是餘數 5mode2是1這樣子 再講一個例子 那譬如說10除以3 10除以3答案是多少 乘次 乘次 10除以3答案是多少 3 答案是3 那10.0除以3.0 3.333 有沒有 所以至少這五個 你會了 寫作業就夠了這樣子 我們不用太多 就這五個 你會用就很好的這樣 加減乘處mode 加減乘處mode 然後還有這個正負 接下來要提到的就是順序 residence 順序 運算的順序 單個運算員的先做 正負先做 剛剛有提到嗎 乘號除號mode 接下來 加減最後 這個是如果你要背是這樣背 不知道大家 我是覺得很多東西其實在電機器開的課來說都不用背 雖然你背起來速度很快 但是也許你不在乎那個速度這樣子 所以像這樣子 而且那速度不一定是 所以它有一個規定這樣 如果是怎麼運算呢 如果是單 就是單個運算員的向正負 那麼它的順序呢 運算 如果就是大家都是正負的話 那要從最右邊的往最 右邊的順序比較高往左做這樣 如果是二進位的 大家的順序都一樣 那就由左往右左 什麼意思呢 我先來讓大家看一下這樣子 這個就是屬於 剛剛說那個binary 他們三個的順序是一模一樣的 沒有順序的關係 那麼就是從等號開始 由左往右左 拍先乘上這個 應該是直徑吧 啊半徑啦半徑啦半徑 拍先讓這個半徑得到一個數值 再乘上下一個半徑 拍半徑平方 得到最後的area這樣 如果是這種二元的是由左往右左 如果大家的順序是一樣的 那如果 啊這個就剛剛那個順序了這樣子 好那如果是這樣咧 如果是這樣子就是這樣這麼寫的 就是 瓜虎除以這個瓜虎 那麼呢就是瓜虎先序 瓜虎這邊剛剛講的 瓜虎它的優先權淋駕於所有人之上 所以你就算不會背這個也沒關係 你就覺得 你自己寫程式的時候 覺得他應該先做 你就把它刮起來這樣子 只不過你有時候刮的是多餘的 譬如說像這樣子 你這樣把它刮起來跟沒刮是一樣的意思 啊刮多了 你可能你的同學會很反感 或是你自己看久了看一看 好煩啊還是看一下電影好了這樣子 瓜虎就是適當的時候用這樣 譬如說像這個瓜虎 像這樣如果是這個瓜虎的話 瓜虎要先做 先把P2減掉P1這個先做完 然後P2減掉P1這個先做完 這個上下是有順序關係的這樣 這個算有點直覺 不然就帶過去 然後這兩個現在相除 這兩個都是小數 所以除起來是有小數的這樣 不是留下傷的而已這樣 如果你是這樣子寫 自己減掉這個加W乘以負Y 誰要先做 你知道嗎 這個就複雜啦 這個考試的時候問大家 這個誰會先做 這裡面誰會先做 Z啊 瓜虎啊 跟這個負Y 負Y會先做 其實這三個應該就是 這一排都是同時做的這樣 這個瓜虎會做 這個負Y也會做 所以本來Y是負5 負Y就變成5了這樣 負Y做 接下來這一層做完之後 這個算完A加B除以2 誰會先做 B除以2會先做 很好 所以B是9 B除以2 9除以2答案是4 就是這樣 然後在3加4等於7 跟這邊的2乘上負Y 剛剛已經變成5了 10 最後就是這個7加上10 這裡有1-它 這樣子 1-7加上10 答案是11 這樣 你的程式如果算出來答案會不對 也有可能是因為你的這個順序弄錯了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 欸 不是加減先做嗎 然後你就想預期是這樣寫 結果答案不對這樣 所以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這樣子 好 大概是這樣子 這邊以上假設的東西呢 都是你要處理的東西 都是一模一樣的資料型態 要嘛全部小數 要嘛全部整數 也有可能你是混合的 這個就是講義的P95頁 這樣子 第95頁 這邊我只是要稍微讓大家看一下這樣子 請大家幫我看一下這個範例這樣 MN是整數 PXY是小數 請大家幫我看X跟Y答案是什麼 MN是整數 PXY宣告的時候說它是小數 那XY答案是什麼 SY是小數 這邊第一個有問題的是這一個 X是小數 M是整數 P是小數 然後怎麼辦 M除以P答案會是多少 3除以N 3除以2.0 答案是多少 3除以2.0 X跟Y是多少 不過這個M 這個可能就比較簡單了這樣 M除以N 3除以2 但是Y是小數喔 那我們先來看Y好了 Y答案是多少 1.0 1.0 那M除以N 3除以2答案是多少 1嘛 Y是小數 所以它會有一個小數點這樣 那個M 那個X呢 你說可能會出現Error這樣子 有的兵力器搞不好真的會讓你出現Error這樣 但有的它真的還是會算 為什麼它會是1.5 就把它當小數這樣子 讓它擴展 位數比較多 M是3 P是2.0 那就統一 它就假設你就是想要做小數 因為你表示了一個小數 3除以2.0就是1.5 剛好X也是小數 那就是1.5 但是Y呢就會是1.0 本來3除以2只是1而已 但是因為你的輸出是小數 它就會多一個小數點出來 所以這件事造成了一個困擾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自己沒有很清楚這些小數 整數互換的這種關係的話 你這麼寫有可能出來的答案跟你想像不一樣 你其實是想要1而已 或是想要整數而已 但是它會偏偏跑一個小數給你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叫做 所以剛剛一開始我就跟大家講說 最好你的型態是一致的會比較好 你如果真的想要就是不同的互換 那你可以做一件事叫做投射這樣 這個叫投射 投射那個投射 就是譬如說Y等於像這樣子 Y等於M除以N 你刻意的指定說 右邊這個到底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改變它的資料型態 本來你這樣子寫的時候 它運算是這樣 先把M除以N先算完再指定過去 M除以N它們兩個都整數 算出來還是整數 你把它變成是一個小數 它就會上市一些準確度 或是就是多一個小數位數 你如果覺得這樣子不太保險 那你可以在等號的右邊自己再加 你自己覺得這個M除以N 要不要把它轉成不同的資料型態 這邊本來是整數的 你加個Double之後 這一串就變成小數 再接過去給Y這樣子 這個叫做Cast投射這樣子 所以萬一你的程式真的有這種 就是資料型態不一樣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這個比較詳細的 這個大家看一下講義裡面 應該是就是2.3 2.5啦 2.5那一節這樣子 這個這個的內容 這個我就不講太多了 我們就假設大家都是用 一模一樣的資料型態這樣子 好 這樣子 好 讓大家回去看這一個 這個有沒有看跟作業 倒是沒有太大的關係這樣 稍微說明一下 這是一個案例探討 大家的課本裡面也有 問題在這裡這樣子 問題是這樣 這個使用者呢 輸入一堆零錢之後 這個程式要幫他算出來 這樣這些零錢丟進去之後 是多少塊多少分 這是美國的錢這樣子 一塊啦 50分 25分 10分叫做Dime 25分叫Quarter 5分叫Nickel 1分叫Painy這樣子 他輸入一堆 可能這個兩個 這個三個這個四個 請大家換算出來 這個是多少 這個下次再跟大家講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他怎麼做這個問題的分析 Input Output 他們之間的關係 他的流程怎麼做 你可以仿照這個方式 來寫我們的作業這樣子 這個程式碼 大家可以回去先看這樣子 基本上他的運作就是這樣子 他一開始輸入這個人的名字 三個字元縮寫 所以這個就要用ScanF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ScanF 這裡 然後接下來輸入 分別輸入 這種B值 每一個有多少個 他會算出來 這個人名字在這裡 這是輸出的結果 9塊26分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這個例子是這樣子 然後 這邊我稍微講一下 然後再就要講作業了這樣 如果你在用這個Print F 特別是你要印的東西 是有小數點的話 那麼剛剛一開始是叫Person F 對吧 Person F 實際上 你可以寫得更詳細一點 譬如說這個小數點 要精準到小數第幾位 就是這個點多少再寫 點2F 就是精準到小數第二位 一開始教的那個點F 你不寫代表就是看那個 電腦程式 他可以精準到第幾位 就精準到第幾位 這邊是特別寫出來說 是點2 就是精準到小數第二位 那麼大家可能會想說 那前面這個5是什麼意思呢 5的意思呢 就是在印這個數值的時候 留了5個位置給他填這樣 什麼叫5個位置給他填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後面這個例子 譬如說234 這是整數 如果我在用Print F的時候 整數用Person D 我寫了Person 4D 那會產生什麼結果呢 他就會是234前面多一個空格 你會發現印出來會有空格這樣 因為你留了四個位置給他 但是這個只有三個位數 234 所以前面是空格 但是如果同樣是這個 -234你用Person 4D 他就不會有空格 因為負號也是一格 像這個如果是5D 就會有兩個空格 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什麼都不寫 或是寫小於需要的一個 比如說Person 1D或2D 這根本連這個都裝不下 他會自動幫你擴充這樣 動到剛好夠的情況 這個再講一下 這個 如果是這個3.14159 你用5.2F 基本上大家要先看 他的小數點是幾個 他只精準到小數點第二位 所以後面的都四捨五路不見了 剩3.14這樣 如果你是用 譬如說這個8.5F 這小數點後5位 12345 5個都有這樣 他如果像這個 回來看這個 5.2F這樣 小數點第二位 因為留了5格 3.14就4格了 他會多一個空格出來 所以這個是我想要 最後跟大家補充的地方 這個是大家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可以去調配的 有這個空格有時候是蠻好的 因為他可以讓你那個程式格式看起來 比較可以對齊 可以整齊 你可以回去 回去寫作業的時候先試試看 好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練習我下次再跟大家講好了 我先跟大家說作業的部分這樣 作業就很簡單這樣 然後 這個作業有沒有寫 我沒有更新到 這個作業是下禮拜天的早上9點以前叫 下禮拜天 下禮拜天 本來應該是禮拜四 通常我都不是禮拜四在交作業 為什麼是禮拜天早上9點 不是禮拜六晚上12點 因為有同學跟我講說 大家的工作習慣不是這個樣子 我本來是想說12點以前讓你交 你就可以12點睡覺 他說不是 老師你這樣子我們工作時間很短 我們都是9點10點才開始在寫程式這樣 所以那個作業會是下禮拜天的早上9點以前叫 你可以早點寫 沒關係 因為接下來是連假 跟你們的銀心塑銀 你早點寫完 也許壓力比較輕 或者是你要回來再寫這樣 但這個作業呢 它的 它的要求是這樣子 大家可以回去想一下這樣 這個之前我就有出過給大家稍微想一下 就是說請大家寫一個程式可以預測說你期末考應該要考多少才可以達到你要的分數 所以綠色的部分是大家要用printf 秀出來的 藍色是使用者 也就是大家我跟助教到時候在測試的時候會去測試的這樣 譬如說所以你的程式執行完之後螢幕上就要秀出這些值出來 一個是enter你需要的成績 譬如說是b 然後你要再輸入b最少需要分數幾分才可以達到 譬如說73.0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這個是.0 這個變數必須是double這樣 然後你輸入目前為止你的分數是 平均分數是多少 74.6 再輸入一個你最後的這個成績佔整個 整個學期的百分之多少 注意一下這個是25 它是整數 這是整數 這兩個是小數 這個是字元 那你回去想一下這個問題 你先不要從程式想 你想這個問題要怎麼解這樣 輸入了這些東西之後 你怎麼算出這個答案 這68.2 你怎麼算出這個68.2這樣 到時候測試我們會隨便輸入 你自己回去也可以隨便輸入 就寫一個這樣的程式出來 記得要寫註解 要寫註解這樣 所以這個程式可以讓大家複習到今天所教的 就是所有重要的內容 我再把這個放在課程網站上 下禮拜天早上9點以前 禮拜天早上9點以前 就是10天後 10天後這樣 好 今天就上到這邊 多謝 9點 10天 感谢观看